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哥仔 歡迎收看EG大哥仔 今天就是要拍這個我想拍很久的 是這個盲測系列 都不知道是不是系列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這次就是玩午餐肉 因為熟我的人就知道 我是午餐肉之王 為什麼呢?不是因為我對午餐肉的認知很高 而是只要是午餐肉 我很大大膽排兩碗飯 最高紀錄是可以一個星期吃足7天的餐蛋飯 而不覺得你 即是要我吃第8天 我是不會說NO的 很好吃,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 這裡有一碟過的午餐肉 大家在超級市場那邊都可以買到 然後我就會盲測 然後就告訴大家 我自己覺得哪個最好吃 你們要記得 現在是午餐肉之王的推介 我可以一個星期吃足7天的餐蛋飯 而不覺得你很重要 那怎樣能夠攝取出午餐肉最真的味道呢? 第一回合 我生吃 謝謝 我不明白生吃有什麼問題 而且可以吃的 煮了才放出來 後果都是大便 那我先穿褲子出來 不是 那我先穿長褲子出來 剛才我發現鏡頭是拍到我的身 不好意思大家 那真的可以開始 好香的餐味 這個是第一款 我自己覺得很傳統的午餐肉 因為我平時在家裡吃的那一隻 就是這隻味道 但是我長大後 我發現越吃越多 喬喬味的午餐肉 很奇怪 有那些什麼 黑松露午餐肉 好像 我很喜歡吃黑松露 但是兩個人放在一起 我覺得 不行 Joyce煮給我的 我覺得很好吃 第二款 然後第二款 嗯 首先看起來已經像個擦膠 然後它咬下去的時候 是很硬的 你不喜歡那種口感 雖然生吃 你們應該不會有什麼共鳴 但是它是魚肉腸的味 我不如吃魚肉腸 好了 接著就到第三隻了 我濃烈 這一隻如果要講硬度來說 它跟剛才第二隻是差不多硬的 但是它並不是魚肉腸 那麼 它的味道很可愛 是比較淡一點的 它咬下去就沒有那麼鹹 我覺得如果要給健康度 它應該會給頭一兩隻都健康 好 現在來到第四款 其實我覺得拍攝是很開心的 拍攝片 因為我可以吃很多午餐肉 這個聞起來是正常 傳統午餐味 這隻吃下去 還有第一隻那隻 是很像的感覺 但是它沒有第一隻那隻那麼軟 但是又沒有擦膠 它咬下去的味道 還有一點點 那隻叫什麼呢 那當然要被人打 很強烈的罐頭味 哈哈哈哈 阿姨老師 對不起 其實一同四都是美國出產的產品 哦 即是美國比較軟 有趣有趣 好 這一塊賣相有點特別 中間有一些黑色一點點 某程度上呢 就比較像黑頭 但是吃下去又好吃 它不是好像剛才吃的那些 一塊東西 你感覺到裡面是那些 一塊東西 對 甚至三塊 裡面有某些肉是軟一點 有某些肉是實質一點的 然後吃得出來 那些黑色一點點看來就是黑椒了 希望我沒有醋 嗯 太有信心了 我說這句 你錯了 阿信了 不好意思 這是什麼來的? 發霧 那些霧菌也挺好吃的 但是整件事來說很高分 要去到第六個 有什麼藥 比起剛才有hybrid 有一點點 那什麼呢 純粹一塊 那七顆呢 聞起來不錯 味道和第一顆幾乎一樣 不再作評論了 好 第七顆 一聞下去味道很強 這隻吃下去口感就比較有趣 又是很混合 又不是只有一款肉質在裡面 但是它和第五顆不同的地方就是 第五顆是很大塊的肉質 就是很大塊軟的肉 很大塊實的肉 這隻它就是把軟的和密實的肉 都再細一點的 就是你吃下去就比較像 我想說吃泥 但是不是那種意思 大家 就是會再細分一點的東西 味道 和之前那些有一點不同 但是都是好吃的 我自己覺得 由於一會兒第八隻那隻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第八隻那隻我們就不要試生吃 就要煎了 特別一點 養出生吃裡面 你覺得哪隻比較好吃 我自己來說 最初三名最好吃 第三名是剛剛吃泥的 雖然味道不同其他 但是我喜歡那隻味道 第二名 第三隻 硬得來又不是很硬 那些味道相對沒有那麼鹹 那第一名呢 就是第五隻 我本身是一個 都叫做重口味的人 你喜歡吃毛菌的 雖然那些是毛菌的 那我唯有跟大家說我好多喜歡吃 那隻最高分 好高分 現在開始要真正來個 煎 五七六支的測試 觀眾主要都覺得 頂你個廢 看你吃生吃有什麼用 我都不會生吃的 但是我是五七六支黃 一定是最真面對給大家聽 這就是煎的版本 就是平時大家真的會用來煮的方法 嘩 我剛才一咬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瘦了一聲 它裡面是極度juicy 我不知道關不關 一開始我講過 它的肉質比較軟的關係 雖然應該是油來的 但是很好吃 這個就是第一個 這個就是美國版 低辣的午餐肉 但其實它低辣的準質 是剛剛沒有保持低辣的標準 這個100g裡面有500mg的蠟 而標準就是600mg 跟低糖的產品一樣 都是剛剛好切中而已 OK 就是過了那條線就跟你說 嘩 如果Koey姐在這裡 她就會說我剛剛過了90mg的線 關車變90mg 她跟我一樣光震我 沒問題 好了 那就到第二塊 就是剛才我說它是魚肉腸 很弱的那些 煎完之後 看看會不會吃下去的時候 是另一個世界的款式 是不會的 這塊是變成了一塊熱了的魚肉腸 這塊是香港常見的五七六 但是是大陸品牌 所以它就比較像魚肉 哦 可能不是魚肉呢 可能不是魚肉呢 那這真的沒辦法 盲測這家東西不能說謊 不好意思 給下去了 就給下去了 第三隻 就是我剛才說 它硬一點點 但是味道就沒有那麼鹹 我覺得會健康一點 這隻 但是憑外觀上 真的很明顯 比起其他五餐肉 它是不知為何沒有什麼尖油 還是把所有肉都放進去呢 好 很有趣 它的硬度 是比剛才那兩隻 反而高了 煮完之後 然後裡面咬下去 也如我剛才所說 真的不是太鹹 因為很有趣 它煮完之後 跟還沒煮之前的分別就是 它那隻肉的肉味 跟吃過的那隻是很不同的 當然啦 魚肉腸是肺炎的 所以是跟第一隻很不同 而且這個硬度的口感不錯 不會像第一隻一樣 你一吃下去就汁到爆了出來 所以感覺依然是健康 不錯不錯 其實這隻是韓國的低胸五餐肉 它的標榜是超低卡的五餐肉 原本的五餐肉大約是236卡 它這隻只有100-6卡 那這次不是像紫蘇的一樣 對 它真的超低卡 而且它平時五餐肉的脂肪大約是18-20g 這隻每100g只有6g的脂肪 這隻真的不錯 很厲害 我真的說得比較健康 喂 五餐肉之王嗎 OK 來來來 多謝 好,現在就來到第四隻 我剛才說的罐頭味的那隻 看看煎完之後 會不會放掉罐頭味 聞到已經很香了 嘩,好熱 嘩 嘩,好嫩 但是我喜歡 因為我一種口味人士 你咬下去不是那些實正的 外面那層會比較硬 但是咬到進去 很有趣的 你會覺得裡面是一格格的 太抽象的形容 我覺得大家要在靈性上有些進步才能聽得懂 它真的好 若然你吃不只吃肉 你拌飯吃也拌粥 都應該會很棒 第四隻 就是這隻 美國的午餐肉 真的比較鹹 而且在超市 比較多人買 是會買這隻的 嘩 原來大家也挺重口味的 好了,到了第五隻 就是剛才我說的最高分的 黑色一點點 然後裡面的肉 就是Hybrid來的 感覺到 嘩,它的黑色一點點 應該是黑松露來的 嘩 這一問是很好顯 剛才我都不覺得這樣 嘩,好香 嘩 都是鹹的 不過鹹度竟然跟剛才第四差不多 但是黑松露味 現在就十分之出了 我很喜歡這隻味 也不是吹噓,真的很好吃 很奇怪 有什麼黑松露午餐肉 好像 不是吹噓,真的很好吃 裡面咬下去 也有差不多的 Juicy 當然沒有我剛才說的第一隻 令人覺得 嘩,好像在吃吞拿魚腩 但是平衡做得不錯 喜歡 這隻真的是黑松露味的 在香港製作的午餐肉 其他的午餐肉 其他人都在盲測的情況下 他都拿到三甲耳內的位置 所以這些的成績應該不錯 OK 證明我眼光都不差 你看看,怎麼會像黃 當其他人這樣說的時候 我才開始有羞恥之心 接著就是第六隻 第六隻就是我剛才說 跟第一隻一樣 第一隻在煮完之後 相對地非常juicy 不知道第六隻可不可以 味道屬於沒什麼驚喜的感覺 Juicy度來說 它就不夠第一隻這麼正 剛剛吃的這一隻 都是Juicy 但是你會感覺到 你還在咬下去一堆肉 剛才第一隻是咬下去一堆脂肪度 差不多 若然只是說好吃的話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第一隻 就是兩隻軟肉的五甲耳 這隻第六隻是紅的五甲耳 基本上可以說它是三高的五甲耳 三高 第一隻是蘿蠟 它大約有700個mg 第一個就有500 這個700 已經是大約1.4倍 第二個是脂肪 你計數 大約1.4倍 OK 100g裡面 它有23點幾g 你記不記得雞肉的幾g 這個100g有6g 這個23點幾g 即是四倍 你會說滿足度來說 其實的確是高脂肪一點 滿足度大一點 當然會胖一點 還有雙的後果 還有一個就是 卡路里 這個大約270g 這個大約140g 大約2倍 我想知道我這麼慢 我肥了多少 自己想想 沒有差不多 肥也不會跟別人說 好 接著來到第七隻 就是我剛才說 好像在吃泥 肉味就跟其他不同的感覺 嗯嗯嗯 那到底吃下去什麼環境 煮熟了之後 我好像吃泥的感覺 就沒有了 但這麼有趣的就是 這個吃完之後 即是你吞了 你會覺得 還會有少許油流在你嘴裡 我喝回甘 也不是回甘 也不肯走這油味 但是呢 味道不差 這隻呢 就是大陸的五叉 來的 香港超市都比較常見 多人買的一隻五叉 那就沒什麼特別的 那大家都是大陸貨來說 那隻魚肉腸就真的黏了 不知道出來做什麼 那第八隻 就是剛才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 那我很害怕 賣相也的確有點不同 天橙 那橙子裡面 還有一點顏色不同的東西 你看 菠蘿來的 哇 你一聞它不是肉味來的 嘔 I'm sorry No good 首先質感上 它已經是很奇怪了 我到現在還沒吃完 它又不是所有肉 都是這麼硬的 它裡面總之就是有些硬的東西 口感的質 也跟其他五叉肉的分別是超大 即是你無論吃到什麼味 你總會有一股很厲害的味 而那隻味 我覺得有點像素膠 我不能夠再吃下去 對不起 那這隻呢 它是素但不是膠 這隻是素的火水五叉來的 噢 即是有關齊的 那卡路里其實只有80 那是全部裡面最低的一個卡路里 但脂肪來說 它是八字裡面最高 它有26.54 那是嗎 是啊 是素來的 我覺得它應該加了脂肪 才有五叉肉油膩的質感 而這350g的五叉肉 其實已經有差不多90g的脂肪 因為吃素的人 他真的只是吃素的 可能有機會不夠某一些健康的 可能他故意在這裡補回 但是他都還沒頂 這隻五叉肉的蛋白質很高 每100g有12.4g的蛋白質 所以他可能會給一些不吃雞蛋產品的人士 去吸取 是啊 應該是特別照料的 這隻五叉肉的辣合量 是800mg 我還猜過韓國700mg的蛋白質 哇 那算了 我平時也不吃素的 我並不是太專業 那五叉肉之王也沒辦法 我不當它是五叉肉了 好 那選三格了 剛才第五隻肉是第一名 黑松露那隻 但現在反而跌了到第三項 我是很喜歡吃黑松露的食物 但你聞出黑松露的味道 那我不是黑松露之王 第二名 依然是健康的 就是你總不可以每餐都這麼爆 你吃一些健康的食物是很重要的 而且它的口感好 比起其它特別一點 這個咬得開心一點 所以第二名是不便 然後第一名呢 就不得了 就是剛才的第一隻 不得了 當然是因為一咬下去 它的汁就爆了 那如果再吃厚切一點 就應該無故一定了 第一隻是最棒的 五叉肉之王 我推介 如果一輩子只配一隻餐肉 是不是就是第一款 PIE PIE 但會被人罵 Joyce會罵我 總之要被秘密密地吃 好了這次午餐肉的盲測 就到這裡 我發覺拍盲測真的挺有趣的 因為說完之後 自己有機會會出事 而且最近疫情很適合 大家留在家的時間都相對多了 希望午餐肉食評這個幫到你們 因為我感覺到大家都應該會入定不少 不抽留在家 即是我會 雖然我沒有這樣做 我只是負責吃 因為我是五餐肉之王 記得訂閱五餐肉之王 哈哈哈哈 記得訂閱YG大哥仔 記得Follow我 IG和Facebook 我們有時星期一再見 拜拜 攻擊 中文字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